我觉得这次研讨会让我收获蛮多的 例如这次研讨会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白皮补书的内容 而且我发现说大陆对于台湾老百姓的诚意是非常有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关于很多台湾老百姓担心说必要措施是什么 其实必要措施是大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台独超出底线的情况下它才会有这个必要措施 所以我觉得大陆基本上它对于台湾普通老百姓来说是非常的照顾 而且非常的关怀的 比如说我们像我们有些时候在像我们大高铁啊 或在什么我们都很非常自由的进出 而且而且有有那个尤其居住证 居住证是非常非常方便 更重要的是我看到我很多的身边朋友包括我 我都感觉到说在大陆发展是非常的怎么说呢 基本上跟大陆老百姓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是非常好 而且台湾青年人应该多来大陆发展 你知道吗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陆其实毕竟是大家的家嘛 所以说我觉得与其到海外去发展 不如你到大陆好好发展 也许在大陆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 对于台湾青年人 vulner�� 钱